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那种从西方渗透过来的 带有政治目的的这个所谓的NGO 这个回行针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我们大家都没有特别关注 它就是以科普的名义 背后实际上基金会的支持 他就说中国人的吃肉 是多了之后最终导致气候变暖 导致这个巴西这个热带雨林的消失 也就是你要少吃肉 不是限制其他管 限制中国人 诸如此类的 看上去是不经意地抛出了一个观点 但你仔细去分析 你就发现这个背后 它是有谋偏布局的 它不简单 对 我再补充一句一种概念上讲 非政府组织来自于一个词 叫Sivil Society 就当时讲的公民社会 或者翻译成市民社会 这个词最早提出来什么意思呢 是指的不同于国家的 一个完全私人的空间 但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边 这个词含义变了 变成一种社会组织了 这个社会组织 它一个基本理念就是 我有一块空间 你政府不得介入 但是呢 我在里边可以搞政治 把公权力给推出去 然后自己搞权力 实际上这个权力 最后是为了什么 肯定不是为了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记住这一条 就能够很容易地破解 西方这种非政府组织 或者叫公民社会的 这种伪概念 它带来的这种忽悠 我们以往呢 破解自由民主人权 这些传统的西方话语体系里面的 重要概念比较多 像这个公民社会 可能大家觉得还比较新鲜 尤其是NGO 渗透进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这个就特别需要 我们去看清楚 一方面要识破它 另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我们的人民组织 然后我们把很多社会功能 承担起来 就把这个真空地带给填满了 就不会出现这种 真空地带被不断侵入的 这样一种状态 对 你看我们包括像 汶川地震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大量的民间的 自发的组织去奔赴灾区的 对 我叫人民社会 不是它的公民社会 对 包括其实在武汉抗议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活跃的团体 志愿者的群体 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组织 非常正面 那刚才范老师也解构了 自由这个概念 我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咱们的观众朋友 他对您刚刚说的 西方的这个自由 它的这个本源 如果不了解 然后把这个自由 就直接拿来用了 后果是什么 危害在哪里 对 这个危害确实很大 因为我们也用自由这样的概念 听上去好像同样都是这两个字 对 听上去一样的 法治 人权 我们都用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我们中国人所用的这些概念 前边都有一个隐藏掉的 一个默认的定语 叫社会主义 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自由 社会主义法治 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主义 四个字给忘掉了 我们讲抽象的自由 抽象的法治 抽象的人权 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 就是把我们主流的价值观 完全解构掉了 我们辛辛苦苦 70年建设社会主义 建立的这样一套东西 会被从根子上给颠覆掉 那么我们就会回到一种 市场自由 占绝对统治地位的 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所以我们在使用概念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我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西方呢 它因为相对处于话语 比较强势的地位 所以呢 某些概念被它先注册了 感觉像优先使用了一样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在话语交锋中啊 我是提出过一个办法 因为西方它喜欢玩抽象的 自由民主人权 我们就把它适度地具体化 比较你说民主 你告诉什么样的民主 是美国的民主吗 美国还是民主吗 美国资本的民主 对不对 那么自由 你指什么自由 是美国可以随时买枪 构枪 用枪的自由吗 把适度地具体化 这样很多问题 就可以分得很清楚了 因为资本自由 它是非常具体的 你在具体化 就非常明显 我觉得张老师提供这个方法 特别管用 就当他用一套这个抽象的 让你眼花缭乱的 天然去像真的一样的概念 来跟你谈的时候 你把它具象化 跟具体的势力一挂钩 你就会发现 可能经不起追问 您刚刚已经举了例子了 美国的这个空枪问题 您可以再跟大家深入谈谈 每年那么多的枪击案 怎么着就把他的这个 演化缭乱的概念给击破了呢 刚才永恒讲嘛 是这个野蛮文化 残留下来的东西 当时美国就是 它没有公权力 警察都没有 然后就每个人靠自己 保护自己 所以在美国宪法中 都载入这么一个条款了 然后到现在呢 它符合既得利益 符合军工集团的利益 符合美国步枪协会的利益 等等等等 永远废不了它 因为这宪法修改太难了 所以就是它今天的这个困境 但它是以自由的名义 把它弄得冠面堂皇 你知道吗 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非常虚伪 我觉得这是严重损坏 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 真正的权利 只是美国媒体操纵下 老百姓看不到 这个简单的真相 但谁都知道 你晚上是不能随便出去的 饭后是不能随便散步的 饭后散步在美国 是很大的奢侈 就这基本的人权没有保护到 而且强调单独这么一个自由 非常荒谬的 所以这种问题 我们任何时代 跟美国学者来理论 我觉得他们没有道理的 说到这儿 这个空腔的问题 跟咱们刚才讨论的 这个NGO 政府组织不足 所以要靠这种 非政府组织来补充 其实是有关系的 同一个逻辑 现代这个枪支的泛滥 其实背后有一个 重要的司法判例 就是曾经有三位女士 在屋子里带徒进屋子了 然后他们打电话 打911报警 警察来了之后呢 转了一圈 没有进来检查就走了 导致这三个女士被侵害 然后这三位女士就起诉 最后打到最高法院 最后最高法院的裁决是 警察没有义务 在犯罪发生之前来保护你 这个案子出来之后 引起了全美的哗然 然后大家想 政府你没有起到 你拥有的作用 警察在侵害发生之前 是没有保护你的义务的 那么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拿枪来保护自己 在我们看来 其实就是一个政府失能 导致的这么一个结局 那你想咱们的人民警察的作用 就是保护老百姓 对 不光是在侵害的时候 或者在侵害发生之前 对吧 我老讲 这美国这社会 你知道现在生活过 英文叫非常rough 非常粗糙的 就跟这次佛罗里达 那个麦亚比的公寓倒下来一样 他能三三来迟 救援队 十几个小时才到 他完成各种法律义务 他全都不违法 实际上法律是个最低的险 来救济的队伍 他里面也有什么工会 也有什么法律要完成 万一你这个工伤怎么办 你被伤害怎么办 我不能超时服务啊 我八点钟下班啊 我下班以后再救 你给我加班费吗 对对对 所以我就讲 包括我们疫情防控 为什么这么多护士 一下子二十四小时 就着急完 就奔赴这个疫区了 在美国西方 任何国家都做不到